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儿AI技术学堂 那本期教程呢,主要给新手朋友们讲一下密经理啊 主要给大家今天分享的就是一个密经理它的一个角度控制啊 以及使用一个什么样的提示词 能够画出呢,我们不同角度的一个图片 那本期教程呢,纯属小鱼儿个人的一个分享 如果说你也对AI绘图感兴趣的,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说你是一个新手朋友的话 对密经理呢,一无所知啊,想学习的话 那大家呢,可以先看小鱼儿的这一期教程啊 从入门到精通 那说的非常的详细,这里呢,我也会把链接放在描述栏 那本期使用到的工具呢,就是一个密经理啊 这里呢,我也会放一个便宜合注的链接来在描述栏 大家呢,可以跟着小鱼儿呢,一起来进行一个实操 我们如果说想要画图啊,想要画出不同角度的一个图 首先我们要对它有一定的了解 那这里呢,简单给大家看一张图片 这里首先一张图呢,你可以有一个阳角可以看到啊 你站在这里呢,这里呢相当于是一个地面的视角 你这样去进行一个拍摄 那同时呢,你还可以平视这样对着去拍 那你还可以俯视,那从上面往下面拍 那这里呢,就给出了我们一个三个啊 你还可以从背面俯视 背面平视 那这张图呢,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可以看到我们可以从背面来拍摄这个美女 我们也可以斜侧45度来拍它 也可以侧面 那也可以从前面啊 一个左侧面,右侧面 这就是一个拍摄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啊 先给大家看一下,大家有所了解 所以呢,首先一个拍摄呢 它其实就分为一个平拍 仰拍和腐拍 那拍摄的方向呢,可以看到有正面 侧面,斜侧和背面 那四个方面 今天着重呢,就给大家讲一下这几点啊 就是一个正面,侧面,斜侧,背面 还有一个平拍,仰拍,腐拍 那这里呢,我也准备了一个提示语 在这里啊,接下来呢 我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那首先呢,我们先打开一个密尖利 密尖利呢,目前呢是市面上啊 绘图用的最多的一个工具 那它做图比较清晰啊 而且效果几乎就是能够一步到位 接下来我们就找一个模特儿啊 就用它来进行一个我们的角度拍摄 那这里呢,首先找到我们的一个角色 那我就用这个美女啊,第二张 那我又点这个V2把它放大 OK,然后我先把它保存一下 点击这个保存 第一步呢,我们先保存一下这张图片的一个图片链接 那图片链接怎么保存 我们先点击这个图片 在这个下面可以看到有一个复制电图网址 这里呢,我们可以直接点击 那这是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呢,在这个游览器中打开 我们点开它 那在这个图片的最顶上呢 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图片链接 那这儿我们也可以给它保存一下 因为等会我们要电图,我们要用到 那接下来呢,复制好了这个图片链接之后呢 第一步 在这里我们点一个斜杠 点第一个选择Image 我们先把这个图片的链接啊 在这里我们刚才保存了把它复制过来 把它粘贴到这个里面 首先来第一个D四角 我们把它的一个英文也保存下来 我们复制一下它的英文 密接力汇图需要英文 OK,D四角我们把它粘贴到这里 把这个圆图的它的一个提示词在这里呢 我们把它也给它粘贴下来 包括后面的参数啊 可以把它一起粘贴下来 那这个中间这个S可以把它删除 那这里面所用到的呢 也用到了一个以图生图的一个功能啊 因为我们有电图 那么怎么样以图生图呢 那大家也可以看我以前的视频啊 这里我会把链接放在描述栏和右上角 那我们这个链接呢就算是成功了 它呢是有几部分组成 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图片的一个链接可以看到 第二个呢这一部分呢是我们图片的一个提示词 那最后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参数 那这里我用的是一个V6版本啊 我比较这个V6版本生成出来是比较真实的一个风格 那在这个中间啊大家可以看呢 在这里呢我加了一个D四角 把刚才的这个D四角加进去了 我们点击发送 那么接下来我们发下一个 同样还是复制这个图片链接 把它粘贴到里面 去把我们的一个第二个高四角粘贴一下 这里再空格一下 把这个图片的提示词把它一起粘贴下来 直接发送 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请求呢正在排队啊 大家不要着急 如果说你用的是一个合注的链接呢 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很正常的 那这里呢你可以点一个斜杠点一个info查一下 你的前面还排队排了几个 这里可以看到前面排队还排了九个啊 那么这里等待可能还需要耐心的等一会儿 OK这里呢我把这些四角呢都已经全部喂给了密尖里啊 就跟刚才的方法是一样的 那首先呢就是一个图片链接啊 把我们的图片这个主角的链接呢给它加上 后面呢加上了这中间呢是我们的一个视角 是什么视角加在这里 最后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提示词 那这个提示词和参数是没有变的啊 中间唯一变的就是我们的视角 那我们把我们的视角呢中间改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可以看到啊 这个呢是一个低视角 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们再尽量保持人物一致的情况下来改变它的一个角度 那这个是圆图 那这个是生成好的图 并不是每一张呢都很如意啊 这里可以看到前面两张呢 它是完全命令来啊 没有按照我们的提示来 那我这一张图呢主要是一个低视角 可以看到下面的两张图呢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这张图片就能看到 它是一个阳角 它是一个低视角啊 接近地面呢这样拍摄出来的一个效果 它这个人物是蹲着这样给它拍照 拍出来的这样一个低视角 这张图片呢是非常的不错的啊 这两张图片 那这里呢我把这两张图片呢给大家保存一下 我们点一个U3U4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低视角 那这里呢用到所有的一个角度词呢 那我都会把它放在一个知识星球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进去了解 可以进去看 那这个第二个图呢我这里用的是一个高视角啊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提示与高视角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 这里呢小悦因为我不是专业的一个摄影师啊 如果说你懂一点摄影的话 那么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图是不是属于一个高视角 那接下来呢这张图呢可以看到这里呢是我们的一个正面视角 同样也是四张图片 这张图片呢就就非常的合格啊 它做到了一个正面的一个视角 那这呢我们就把这张图片给它保存下来 所有合格的图片呢我会保存出来 接下来看下一个 这里呢小悦也是和大家一起学习啊 我觉得Midily绘图啊真的 你要懂得它的一个拍摄角度 那么以后你就能生成出一个各个不同角度的图片 那这张图呢它是一个臀部视角 那么什么是臀部视角呢 那么臀部视角呢这里小鱼儿我个人是理解为啊 臀部以上可以看到臀部以上的这一个角度啊 它这里基本上都是这样拍的 可以看到啊有四张啊 三张都是臀部以上的一个角度 这种啊最后两张都还是不错的 那在点的时候呢 它可能会出现这种该交付失败 没关系我们可以多点几遍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那么这张图呢是一个膝盖的视角 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个呢膝盖以上的都能看到啊 可以看到这两张呢它也是合格的 这里呢我们就保存一张 这张呢是我们的侧面视角啊 虽然说那侧的不是 侧的不是很到位啊 但是可以看到这里它的每一张图片 都有侧的特别是第一张 而最后一张啊它都是侧的的啊 这个呢就叫一个侧面视角 那这里呢我们就把第四张给它保存下来 那么这张呢是我们的一个背面视角啊 可以看到它的背面 那这张呢我加了一个全景两个字在里面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前面的图片我们可以看到是没有后面的背景的 那这张图片呢大家可以看到 后面能看到一些房子 还能看到山啊 可能看到白云 那这个呢它是有添加一些景色在里面的 让它这个场景呢显示的更全 那这个后面还出现了一个房子 这张呢是效果是最好的 因为它后面的景色显示展现的比较多 那我们把这张给它保存下来 这张其实我输入的是一个左侧视角 那这两张呢是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 这两张呢是有一点 特别是这张啊 它有一个左侧的一个效果啊 再来我们把这张也给它保留下来 这个呢很明显啊 大家都能认识啊 这是一个低视角 那这个呢也是我重新做的一个正面视角啊 这个正面还是非常的不错 那这张图片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明显的比其他的几张图片要大 可以看一下 那么你们看出来什么呢 那么很明显啊 这些图片啊 这些都是离得比较远的 而这一张呢 我用的是特写 所以它把人物放大了 有了一个特写在里面 那这里呢我把第一张给它保存下来 这里呢特写有了 我想来一个远景看一下啊 我相信大家也很想看一下远景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输入一个斜杠 这里呢我们先把这个图片链接给它粘贴一下啊 把它复制到这里 把我们刚才的一个视角把它粘贴下来 把它放在这里再空格一下 再把我们这个图片的一个提示语给它放上来 OK 看能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一个远景 那这发现呢我这还没有一个俯拍啊 刚才这么多图片里面还没有一张俯拍的图片 俯拍的图片呢也可以剪成为顶视角 这里我们来试一下看 我们先输入一个顶视角这里复制一下 同样点一个斜杠 Image 把这个图片链接先给它粘贴进来 这个时候重新来粘贴一下 空格一下把这个美丽的提示词给它粘贴进来 那在这里呢我想要让它生成出来的效果更明显一点 所以呢我选择在这个视角这里呢 给它加一点权重啊 我加一个双冒号 发生我们看一下它会给我们生成什么样的效果 那我发现我生成出来的图片里面很多 它都是这种属于这种地面视角啊 低视角那是非常的低啊 可以看一下 这个低视角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啊 是就是从下往上拍啊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我还想看到一张俯拍啊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平拍 还有一个仰拍 还有一个俯拍 这个呢是一个背面的视角 可以看一下啊 那这个背面的视角可以看到啊 四张图片只有一张不合格 那这三张呢都确实是一个背面 我要的其实是一个俯拍 是从上往下拍啊 但是它是从下往上拍 这我再试一下 把这个提示由我直接粘贴下来 那这个是一个左的 那视频看到这里呢 还没有订阅小鱼儿频道的新朋友啊 第一次来我的频道 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开启一个小铃铛 如果说你想学习更多的一个 迷津里的一个知识 阿里市新手小白有更多的问题 想要问小鱼儿 可以加入我的知识星球啊 描述栏有链接 那其实有很多角度 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啊 如果说你有发现更多的一个角度了 可以在描述栏留言啊 大家可以一起学习 那这儿呢 我想来看一个背面特写 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 那这里小鱼儿也是在不断的尝试当中 希望看到这里的伙伴们呢 给小鱼儿一个赞啊 创作不易 那我们大家一起学习 这里在温馨的提醒大家一点 如果说你用的是一个合注的链接 跟小鱼儿一样啊 小鱼儿也是用了合注的 及时保存你的图片啊 因为第二天的话 你可能会发现你的图片都不见了 所以呢 做好就立马保存啊 养好这样一个好习惯 在这里呢 小鱼儿其实只用了一个电图啊 用了一个以图生图 我用了一个图片的链接来尽量保持人物的一致啊 这儿不能说是百分之百的一致 但是呢 他就是一个金发美女 那他的一个头发啊 他的金发是一直没有变的 可以看到 如果说你想了解如何换脸生成一致性的人物的话 那么大家也可以看我的这一期视频 那么这期视频换脸呢 就专门讲的如何啊 换一个脸 还可以风格迁移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俯拍啊 接下来我看一下这个怎么样 OK 有一张是找到感觉了 可以看到这张是从上往下拍的 这一张 那不管怎么说呢 至少说我们有 至少有一张成功了 我们看一下 这张啊 它是从上往下拍啊 有一个俯拍的效果 那这里我们就把这个这一张 先给它保存下来 那这里呢 我同时各用了两个提示词 这里用了一个顶式图啊 还用了另外一个单词 用了一个俯式图 接下来看我这个俯式图生成出来的效果怎么样 这个呢 用的是一个俯式图 我这放大给大家看 哦 四张图片啊 三张都不合格 那么有一张是合格的 它是从上往下拍的 可以看到这一张图片 它是一个俯式的一个效果 至少说我们的一个关键字呢 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这张呢 我先给它保存一下第四张 那这个呢 我又用了一个右侧式图啊 刚才给大家看过 我们里面有左侧没有右侧 那这里面呢 也是有的哈 那这里可以看到这张图片呢 它就是一个右侧的哈 这个呢 是一个左侧的 OK 只要有一张图片呢 那就证明 我们可以多尝试 那肯定能生出更好的一个图片出来 这个拍摄的话 肯定不止这几个角度啊 小鱼呢 也不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拍摄啊 在这方面呢 也不是特别懂 那今天呢 纯属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种方法啊 希望给大家绘图呢 能带来一些灵感 那给大家看最后一张图片了 这个呢 我刚才是给它的一个提示语 是背部特写 可以看到其实也是非常不错 这一张呢 就是一个背部的特写 这里呢 我也给它保存一下 OK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最后的一个成果啊 那这个呢 是属于一个背面图 这个呢 是一个背部的特写 这个呢 是一个正面图 这个也是一个正面图 那这个呢 可以叫做是一个 臀部以上的一个 拍摄方法啊 也可以叫臀部视角 这张也是 那这张呢 算是一个地面的视角啊 比较矮 从下往上拍 那这张呢 也是 这张呢 是一个 属于一个 左侧的一个视角 这张呢 也是带 带一点 低视角拍的 这张就是属于一个 右侧的一个视角 这张也是 那这个呢 就是属于一个 辅拍啊 可以看到从上 往下拍的 今天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的一个 不同的角度 拍摄出来的一个 不同的图片 好了 今天小鱼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说你也是一个 绘图爱好者 也正在学习一个 咪尽力的话 关注小鱼的频道啊 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可以一起学习探讨 也可以跟小鱼留言 如果说你想学习 更多的咪尽力知识呢 你可以在我的视频里面 去观看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 我们就下期视频